那失眠的话 这个我想就 就有不多谈了 最后一个节目谈一下这个Sleep的Service 就睡眠的这个 服务 那睡眠服务的话 那这个 是一个比例 疾病异常正常范围 那这一边是睡太少 一边睡太多 都是疾病 正常的 那睡太少 睡眠护士忠只是睡太少 不拧脚也睡太少 打护打护也睡太少 睡太多白天是睡 是到醋睡 到这个 那Copsy是醋睡 这个是白天 所以这些 实际上正常范围是最好 那这个 失眠是属于睡袋少的 比较多了 那这个 那 那睡眠剥夺的话 当然是学生 30%到5%的学生 在 在这个 Fore sleeping class at least one time a week 所以 有一半人 一个礼拜在上课的时候 会睡一次 如果超过一次的话 那你就是 可以竞逐冠军 这个前面宝座 那这个 所以那 当然有时候 但有些国家 就能让你晚一点起 晚一点上课 那当然是一个 我想有些 这种状况都很严重了 那我们要睡眠服务呢 我们要睡眠服务 睡眠服务的话 那各种病症 当然有一些都有 那那有些 有些东西 这分的叫筛检 诊断 治疗 管理 大概都有 都有 所以这个服务是很长的 有的是在医院做 有在家里做 有的是你可以自己做 所以这整个服务是很长的 那居家可以说筛检 说我学养 学养也没有这个 那然后诊断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 PSG 然后诊断 或者 那然后 或者像现在 有的iPhone Android 也可以帮你诊断一些 简单的 那 但是不能算简断 至少有一个闹灵的服务 可以帮忙一点 那活动仪 也可以筛检 也可以诊断 也可以到管理 那光疗 治疗 有时候你的shift以后 那加光 那最好的光疗就是 如果你觉得每天晚上 最好是早上早点起来 起来以后去太阳下面 看书看半个小时 如果有太阳的话 那第二天晚上 你就比较好 所以早上你就比较能够起来 如果你在黑 起来就还昏昏暗暗的 那就不好 就是如果调 调这个光疗的话 是在后段起床 这有分两种 详细的我不谈了 详细有兴趣 以后再跟大家讲 那 所以睡眠管理有很多的 从诊断 到 从筛检 诊断 居家医院 然后到治疗 有各种不同的治疗的方法 那 我刚才说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带一个 这个 那PSG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 PSG它里面 是在医院里面 是做 做这个 然后 那PSG有从 有好几个type 事实上居家的也有出来 比较简单的居家也有 那有的在 那 那基本上 成本 PSG type 1的话 成本高 然后舒适不舒适 效率高 误差低 弹性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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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睡眠机制不在场 自己在家里做 那 PS1这一定要睡眠机制在场 你去睡眠中心做的都是type 1 那有一些 你自己记录的话 等等type 3 type 4 那这两种的话 就是 效度就比较低一点 就这个 就比较舒适一点 有分了好几种type 那type 1在睡眠中心 实验室 那type 2的话 不在 type 3 不在场以外的居家环境 然后 那测量的东西包含什么 不在场的话 可以测量血氧 血氧只要手指头 带一个血氧机就可以测量 然后这个 这一类的血氧 气流 呼吸 脉搏 type 4的话 最后是 5的心律变异 这个周边动脉 口鼻气流 这些type 4 这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PSG 所以有好多种 那 那我们的节律呢 节律是24小时 那我都稍微超过24小时 那超24小时 那就 基本上睡觉的 这个 会造人睡觉的 会用光疗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 你光刺激你的这个 视网膜 然后 黑色素的感光细胞 那睡眠的调整是 松果体 就是这个 是 你的黑色素 就黑色素扩散 启动眼睛 视魔的下四丘路径 再到后面 到松果体后面 然后呢 松果体会分泌什么 分泌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 有些人就吃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 像我去美国的话 我就会上飞机 我前回吃个退黑激素 那这个 就会睡一觉 就让你这个 但这个在医生 他们不同意这件事情 但是基本上会让你 睡得比较好 睡一段时间 那这个 但它不是安眠药 但很多人是这样做的 退黑激素 让你的松果体分泌 那这样 用光疗的话 就同样用光来刺激你 那你看到光 然后最后来刺激 退黑激素 分泌血激素 活化神经传统激素 那 那这忧郁症的时候 照光疗也有帮助 那调整这个时间 用光疗也有帮助 那 那光疗是基本上 它是非医药物的 那在体温低点 深夜出现前几个小时呢 让接触蓝绿光30分钟 然后这个 视网 这很像是我proposal里面写的 好熟悉 就眼睛 然后让你的下市修的这个区域好 好 然后刺激松果体 然后那这个是可以延后 在延后睡眠节律 就是就是让让这个延后一点 那反之的话呢 就是 这个温低点后的光疗 可以提前睡眠节奏 你要提前还是延后 那就就就要提前的话 就是早上起来 好这个 如果是 如果是这个 你每天都会很早睡 因为一天比一天提早要睡 那你就在之前照一下蓝光 那知道 紫外线太强 就是红尘黄也来定紫 那紫外太强 那蓝光 那 当然有那种光箱 光鸟箱 那如果是 你每天起来越起越晚的话呢 起来以后 你不要不要用蓝光 你到这太阳下面去 不要大下的光 有太阳的地方 你去这个看个三十分钟的书 看个三天 就OK了 三天是我讲的 我怕的 有谁在跟我挑战 因为看YouTube的人越来越多 要小心一点 三天是我讲的 不负责任 基本上会让你的这个 会让你的这个 会让你的这个 会调整你的这个节律 不然的话 你早上起不来 一直起不来 上班的人 那既然他用蓝光了 那这个 那官僚产品有很多了 那 那疲劳的成衣有很多 那这些我想这些我就不太谈了 这个 那会创他这个 他们这个 这个会创他总经理来我们这里 演讲过 那这个 这他做做的 他带领很多的这个设备 那 那 那活动记录仪啊 那这像 就上下手表一样 戴着那记录你的活动 那那这个 那可以把你的 那不是很准 他没有像 像这个PSG 那那但是 你整天活动 那你在居家睡眠睡眠 算是可以用的 那那那 那菲利普有一个是不错的 然后外面有卖很多种 那然后 你可以记录下以后就放到网路上面去 放到设备上面去 放到电脑里面 有一些软体 就可以把这个 你睡眠的这个周期记录下来 然后软体 软体里面有这个像 疲劳管理的动态模式 这些 我想我就不详细的谈了 那这是 这是一个 sip tracker 这是商业层 你在网路上都可以买得到的 这个sip tracker 他就可以 帮你分 他分的不是很好 但是他可以帮你分一下 这个 这个 the stage是怎么样 然后 这个 那 因为你在 rem sleep的时候呢 你会动 你会动一下 rem的前后会动 那 那他叫醒你的时候 当然这个加上闹你 iPhone跟Android 就叫醒你了 那这活动记录 他就把你这 你的动的记录下来 然后把你几个阶段 大致的帮你分一下 那 那这个是sip tracker 这个产品 那wikmate是另外的产品 那wikmate wikmate 他是跟iPhone合在一起的 那这个 同样他也是活动仪的 那他不用 他不带手表 他等于弄到晚上 然后 然后就 他卖的特别便宜 但是后来他 他没有推出 这是网路上的一个新闻 结果他 他没有 他没有照实推出来 然后 那要收费 结果又 虽然有一个故事的 我不详细谈了 就类似的东西 有好几个 那他可以 像 你的这个 就说你的sip cycle Lens多少 Number of cycle 几个cycle 然后这个 就做成图了 这个 那你都可以 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我认为 到目前是最好的一个 Zio的服务了 那这个服务是 就是在美国 你可以加入了 我买了一个 可是我还没有带回台湾 那这个 那这个 那这个是 他在网路上 网路的service 那他记录前面的老波了 就这个 然后 然后记录下来 那分的就比较好了 然后在网路上面 帮你每天的牌 然后 他一种是记录 那另外一个是 他提供你的这个 那记录到这个 等一下类似闹钟的一个 那是无线 只要戴上这个就可以了 戴上一个这个 也戴一个这个 把一个头戴就可以了 然后 现在很多脑机界面都是这个 戴一个耳机 他看起来是戴一个耳机